来自台湾各地医疗艺术甚至是含里头的朋友的便宜 最后来到中华医术科技台下参务2000库 24号行政材移到波浪会 这便宜开出到不错的条件 希望能找到失色的火力科的比较生 加上便宜给你的行列 套响起航 成就未来 中华医大 这点由到热动立法典宿分加南分数 到中华医术科大合作 有过来的好行政材滑冬 总共一百十四间医疗医疗所围 来给你提供到1800块的这块 那这个里面包含了在我们的医护类 食品营养 还有长照 那甚至还有我们的生技的这些相关的公司 那尤其在医护类的部分 在台南的这些大型的医院 包括齐美 包括 市立医院 安南医院等等 都有来提供很多的机会 总共大概有五十七家的医疗院所 提供了八百多个职缺 那 尤其就没钱 你的年纪最大的欠缺 国医院医疏 开出地有很好的条件来找人 就是基本的薪水三万五百多之外 还有其中的价格和监贴 甚至签了三年 还可以有十万块到二十万块不定的奖励金 那个 护理行业是蓬勃发展中 虽然我们面临到了一些问题 譬如说护理能力的流失 但是这一两年来政府有提供出很多的优惠方案 包含权力提出预算来 呃 编列 提升护理人员的薪资水平 那这也给护理的那个 未来的发展提供很好的一个契机 很多在搞到现场的优惠科的核心 昨天相关这期跟台湖人表现 只要台湖和你 离住不要太好让我们一起看看 因为现在护理人员缺嘛 然后护理比也一直没有降下来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啦 希望护理比可以再调低一点 我的话应该还是会选择 离自己家里面比较近 因为这样子可以省点房租 对 都一样是希望护理比降低一点 然后大域再好一点 对 对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离家近 他想说真材滑东 真材单位 他他向着学生来说明 工作利用到台湖 他今年花一有六百块 为比较生 丹丹丹以后相关这块就八百块 这也可见医疗因素 能力欠款是有多严重 南天新闻来一下您的採访方法